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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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新主屋生活與教會生活的各個面 這次的總結有兩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一個就是新耶路撒冷 一個就是生活 新耶路撒冷 好像很遥远 但是生活却很实际 这次弟兄们带着主给的负担 就是盼望重招会 我们能够为着迎接主的回来 无论是在个人一面 或在招会团体一面 我们都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 所以新耶路撒冷跟生活 是这一次社会非常重要的两个样点 那帮忙借着这样的启示的对照 我们今天就活在新耶路撒冷的实际里面 那这个我们请准备再读一下 第一篇的第一大点 这是这一次的图单 每位信徒都开示了想新耶路撒冷 每一地方造位都开示新耶路撒冷 那为大的神人 以基督为中心 与不及的相互敌力 说到生活 那如果是弟兄姊妹 你带的是诚心圣言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哪一处经节说到 每位信徒都开示的小新耶路撒冷 请弟兄姊妹翻到周一 启示录三章十二节 读一下 得胜了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我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成的名 这层就是由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定我的心名都写在祂上面 我们已过这一桌 有北加州来的弟兄们 那北加州弟兄姊妹 弟兄们离开之后就越南 现在就越南的弟兄姊妹坐在这里 那在我们接待YT课题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佩戴名牌 名牌以便名字认识 那我的名牌写着红弟兄 这是字母 但是主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启示 主说有一天我们的名牌 上面要写着不是红弟兄 这个名牌上面居然写着神 我的名牌上面写着新耶路撒冷 我的名牌上面写着基督的心灵 所以在信息中弟兄们就应用到 非常生活中贴切的一个应用 当然人家问你说 问你说你叫什么 问孟建成就说你叫做什么 孟建成就说我叫新耶路撒冷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生活的应用 那弟兄姊妹请再翻回到第一段点 我们说我们是小新耶路撒冷 因为神就是要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上面 那每一个地方造会都该是新耶路撒冷 这里没有列 也提给弟兄姊妹 这是林前十二章的二十七节 说到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某一个教派 不是某一个工会 我们坐在这里 主在这一团人当中就说我们是他的身体 那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弟 我们要过这种生活 就是我们能够对人说 我就是新耶路撒冷 我们也能够让人在照会中看见 因为这里有神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 那新耶路撒冷的生活 并不飘渺 也并不遥远 其实新耶路撒冷的生活 就是刚刚弟兄提到 就叫做永远 永远 然后怎么样 我们过的生活 不叫做富豪的生活 我们过的生活 也不叫做老苦的生活 我们过的生活叫做一种 叫做eternity的生活 跟永远相对的 这里有列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跟永远相对的 就叫做虚空 圣徒们 我们过的生活 不是虚空 什么叫做虚空呢 就是在神之外的 就叫虚空 我们过的生活不虚空 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 因为有神做我们的金银宝石 所以永远的生活 永远的工作 永远的印象 都说出 我们有神加坡在我们里面 哦 真是太好了 这就是地上最好的生活 我们不羡慕去那里去那里 当然也是可以啊 到各地去访问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 不是别人过的那种奢华念乐的生活 那种生活我们不羡慕 因为那种生活 那种在神之外的生活 叫做虚空 但是我们在照会生活里面 我们当然有爱业 我们当然会有些不安的活动 但是我们羡慕的是羡慕永远 我们羡慕神加坡 我们羡慕成为金银宝石 这就是今世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再来第三个 新耶路撒冷 再来分享一下 新耶路撒冷不是地点的问题 新耶路撒冷也不是时间的问题 新耶路撒冷是源头 元素跟素质的问题 新耶路撒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 元头必须是神 元素必须是基督 那个素质必须是大理 昨天招待越南的女佣子 我们很羡慕 我们很想去越南 那什么时候去呢 不是根据机票比如便宜 越南最近有机票 因为昨天那个女佣子跟我说 最近又有廉价航空 犯责 不是根据来的 我们必须祷告 祷告到父神来发起一切 然后元素必须是基督 我们就有一个想要 我越南漂亮 你怎么花脸漂亮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基督 就像听说 有的地方弟兄们多相调 我跟宋先生调啊调啊调 就调到啤酒屋去 那个元素就不是基督 不要让啤酒充满我 那素质必须是纳灵 我们必须被纳灵 我们必须被纳灵来充满 有的地方是我们元素是神 元素是基督 素质是纳灵 那我们今天在照会里 所有的一切形式 你就会觉得 非常的有有势的价值 阿们 弟兄告诉我们 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 新耶路撒冷 就是被神构成的一个团体人 用一个很简单的意思 这个木头 这个桌子叫做木制品 木制品 是木头做成的 那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 新耶路撒冷是神制品 有没有可以跟有些同事说 弟兄你是神制品 我有神制品 能够让神在永世里 跟我们都得着永恒的喜乐 阿们 神在已过的永远里 只有单一的神 你在已过永远 只有单一的一位神 那他这个历世历代的工作 到了将来的永远 就有一位团体的神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新耶路撒冷的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在圆头 在圆树 在树枝上 一直得到三一神的供应 我们并不是守一个宗教的规条 而是在赵慧中的每一个动作 就像以前弟兄们也帮助我们 我不能因为我最近很爱读经 我就要求大家都要读经 对 我们应当鼓励 但是读经也不能成为规条 弟兄说我们呼求主民很享受 但是呼求主民不是地方造会的规条 地方造会的所有的生活形式 我们必须要注意 圆树必须是父 圆树必须是基督 然后呢 树子必须是纳灵 那当我们都这样的来经历三一神的分次和输购 我们就能够完成神的经纶 至终人看见我们 我们不必特别刮一个名牌 弟兄这一次说到这一套信息 我们有很多新的名字 当然教主民把它做成物质的方式 不过也真的可以提醒你自己 如果我挂着新耶路撒冷 我挂一个名牌 因为前几天接待北美的弟兄们 因为弟兄们责称我们要做名牌 给北美老的弟兄们 那因为外出 我们就忘记把名牌放下 那外出 那如果我挂着一个名牌 上面写新耶路撒冷 许中在菲律宾的时候 他就交通到 如果我们挂着一个名牌 如果在电影面被发现 很没有荣耀 我们是新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 就必须有这些特点 第一个 再说他就是以父做源头 第二个他就是以基督做元素 第三个他就是以那灵为素质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得到神 那个满满的供应 然后呢 再多说一下 刚刚弟兄们提到这一边的 那个最后的结论的重点 就是我们在照会生活里面 实在是需要抓住零碎的时间 来吃基督 刚刚这个孙子弟兄们提到 他因着生病 那我们很多的圣族们 这个有很多教育儿女的问题 我们在照会生活中 有很多很多的 繁杂的事情 那这些繁杂的事情 我们这是鼓励弟兄姊妹 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神他一直告诉我们 他一直讲一件事 就是他是可耻的 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说他是能干的 他一直告诉我们 创世记他说 我是生命树 他在出埃及信道说 我是马 到了耶稣亚进到美帝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那美帝的出产 神的这个心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了启示录 你看在启示录二章 他就说得胜的 他们可以吃圣地树的果子 再来一样在启示录二章 他说得胜的可以吃那个隐藏的马 第三章他就说得胜的 我也不要与他一同作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树 基督是我们的马 基督是我们的颜洗 基督更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睡章 一直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 主持人就说不了了 所以他就发出五章 那里与信勿说 来 来做苦工 来喝 来吃 他怎么讲那么久 你们怎么都听不懂啊 从创世记他一直告诉我们 他是可吃的 他是生命树 他是生命水 他是马拉 他是富富的出产 要做我们的颜洗 但是呢 你看我们平常求的都是求士气 所以保罗是第一个认识西伊路撒尼 也活在那个实际里面 他没关在菲利比的监狱里面 隔天可能就要找主打被砍头或怎么样 你看那一天晚上他们在菲利比的监狱里面 他没有说主啊 非诚 我是不是走错路 因为他传统不应该很多人欢迎吗 他怎么还被抓起来 还被上了木工 然后明天会不会没命 不知道 他没有安装 他也没有求主说主啊 我们之前那个彼得弟兄 你都为他设计一个电动门 彼得不是这样吗 门就自己发开 他就出狱了 保罗跟西洋没有求这些 保罗西洋只做一件事什么 保罗尊师赞美神 我们是有这种的印象 有这种的领域 父王你必须是源头 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该做什么 我现在生病了 我现在忍恨啊 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那怎么办 父王你必须是起头 所以我们就不会这样求 不会那样求 我们只要让父做源头 保罗尊师赞美神的意思就是 父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求啦 我只能告诉你 我需要更多享受你 享受你让主来做一些 能够发生在彼得身上的 不一定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彼得有 神为他开一个电动门 这天天人都说了 这个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个电动门 就是为我们做 但在保罗身上 不一定必须是这样的经历 我们必须要互做源头 我们不能规定神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祂是源头 所以我们就要简单的 像个婴孩一样 导告昌尸 赞美神 主就会给我们有带领 然后在那个带领里面 主最重要的 就是盼望我们 对基督有更多的享受 在许多许多的 照会的图示里面 你就会发现 主啊 原来你那么多的方面 那方面是我没有想象过 包括这里说的 比分睡着 然后再来当然 就是至终 我们就会被纳灵所充满 所以再说结论就是 就要准备 我们充 不要说从今天上 其实我们整个照会生活 就应该有这样的意向 不要注意地点 不要注意时间 新耶路撒冷是什么 不是注意地点 不是注意时间 我们要注意 面好 自首 而素质 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三层的分治之下 结果我们就成为神之灵 我们就能够满足神的愿望 我们 有准备们平安一起乐 这个新耶路撒冷作为 这是您最大 最终极完成的表号 我实在是感谢主 见你过地兄们 找这个高峰的请示 向我们揭露出来 但是这一边的信息 这一系列 它其实更重在 在经历上头 我们能够看 在意象中 看这样的意象 而且真正实实 在我们君主生活 和教会生活中 我们应用 简定这样的标准 关键这个是更高的 我们知道这十八个点里头 它最终呢 它是说到 这个农药 是章型 但是很奇妙 这个部分呢 它先讲 是经历上头 它先要有宝座 关键说我们这里 不只是在看印象 意象高峰 这一部分 它还是重在 我们需要在经历 怎么样往前走 一出到经历 第一点一定是宝座 没有宝座 后面都不用弹了 那我再说啊 我年轻的时候啊 常常考试 考试 老师有 给的考试 通常有两种 有一种就是 这种还简单 是非题 选择题 它是简单 最难的考试是 Open Board 就是它告诉你 我要考这几章四几节 你自己去预备 这个就最难了 今天事实上 我们啊 在这里所看到的是 这一位三一神 把他的Open Book 放在我们前头 他这个前头一出来 我们就需要在 我们的光照中 我们在神圣的光中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和我们工作 那一天可不可以带火 不行的话 全部都是在火炉里 只有一些东西 可以留下来的 这个是到永远里面去的 所以实在 我们非常感谢主 主把这一些的 这一些利用 放在我们面前 叫我们天天来查验 我们在这里的基督徒生活 和我们在这里所做的 教会生活的视作 是不是照的按照这样的 原则和标准 那我特别摸索的是 所有的这一些的 第一个点 不是别的 乃是导作 你在经历的里头 你就发现到 太多太多的时候 主在我们里面有声音 你会发现到 声音不大 诶 这样 那样 其实你就发现到 我们这个人 在照外生活里头 最容易的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顺不下 里面有声音说 诶 看看这个利用 我们是干嘛大 抱歉我很忙 诶 诶 做不做这个 这个东西啊 主的这个声音 听主里面的要求 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们的回应 我们在光道楼 实在觉得 我们的圣福太少了 很奇妙 圣福一少 它的结果就是 你发现到 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 就停止了 常常我们 我们有经历就是 我们要释放 或者圣剑这边的信息 很奇怪 只要我们是一个 不顺直的人 哪一点上面 小小的一个点 不只是罪 不只是世界 还是某一种的念头 在那里阻挡了 我们跟神之间 这个交通的时候 这个流就停止 所以啊 你不管讲的太多 太少 太多好 其实这个流啊 就停掉了 所以实在看见 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在 我们的照文生活里 基督生活里 主在我们里面的宝座 有宝座就有一切 有宝座就有下面 所接触一切的丰富和供应 求主加强我们 教我们真正在我们里面 看看主啊 你的主在我们身上 設立宝座 教我们的宝座 祝福祂的人 祝福祂的人 但是我们这个成绩 还没有到这里啦 但是一起上去啦 这就是没有让主登宝座 主耶稣啊 所以他上来后来 坐坐 哎呀这个流好像快失去了 所以我就站出来了 那昨天啊 我稍微翻一下 这个周六这个信息 我觉得很有起色亮光 这个家人的夫人啊 跟主耶稣是求一个医治 他女儿的医治 但是啊 主耶稣回答啊 说不好啊 而你的饼 给小狗吃啊 那这家人夫人也很妙 他说啊 小狗也是桌子上掉下来的睡渣啊 咦 刚刚一个弟兄们 我们会分享到这个 吃主耶稣啊 会叫我们成为新耶路山 但是是这样喔 当你有时间的时候 你没环境的时候 你吃主耶稣啊 我想是容易喔 早晨没事你来机会 我看来啦 但是一有事的时候啊 也保你生病了 我看你 你不再会说 吃主耶稣就是路吧 你总得把事情先解决 搞定一下嘛 这真是这样子啊 当你有事的时候 这件事就不容易了 拦出来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了 在我们深处的观念里 真的是 有拦出来的 你想到说吃耶稣就是路吗 我看不容易 昨天我准备在家 打成电话给他 我想啊 他现在也会为我祷告说 哎呀啦 主啊 我弟兄可能要开刀啦 你要保守他医症啊 他会不会说 我弟兄要去开刀了 我会把圣经拿出来吃一吃啊 把主的话拿出来吃一吃啊 那有啦 有说我们也吃了 但是吃了又你里面又想啦 那吃了事情就解决了吗 吃了病就医治了吗 孩子就变乖了吗 但是这里的启示是说 你吃了问题难处就解决了 甚至到最后啊 他说解决不解决也没有问题啊 赚不赚也没有问题啊 难处过不过去也没有问题啊 那问题是说 至终还是过去的啊 我们这个观念很像切片啊 特别基督的夜做夜做 我说这个观念越实际了 刚得救起初的时候还很密啊 我记得刚得救的时候 我说啊 吃基督像姐姐一切的问题啦 切钱也吃基督啦 碰到问题也吃基督啦 孩子考最后一米也吃基督啦 所有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夜过夜过啊 我们这个起初的爱失去了 我们不太是又这样的喔 所以基督徒有时候 我们又没有这么担穷了 所以说这是恢复起初的爱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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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是 我看来读到这个真是十百下 就是设立宝座 十之八九都没有设立啦 这种真是这样都没有设立 我前几天都对不起啊 我不小心家里做上 有一本速度的书啊 那个速度那个游戏啊 有一天我就拿出来 诶 我好有趣喔 哇 我就原就起来了 就给他速度了 喔 还能够解出来 哇 越解就当越懒了 第二天就好高兴啦 到了要睡觉的时候 我还在那里速度 我姊妹说 弟兄阿 你身体该休息了吧 我说哈哈 结果又把他的话又忘记 又开始 过来我准备花飄了 他坐起来他说 好了 不睡大家都不要睡了 哇 我才发现 什么啊 宝座都不见了 一个东西台啊 一个嗜好 一个信息台 还什么宝座呢 对不起啊 这一天的信息是看到 从新耶路上来看 基督徒的生活 跟遭会生活 这个看字 表示说 重新在这样的光流 来审视我们自己 再来看遭会生活 因为这边对我来讲 是一个警告 也是一个鼓励 警告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能这个人 无法进入新耶路撒尔 我意思是说 在这国路来讲 我无法进入国度那里的新耶路撒尔 因为我里头 没有新耶路撒尔的构成 唯有新耶路撒尔的构成 才能够够资格 进入国度的上市 甚至在永世里头 今天我们看见 他的意向工作 是不是啊 生活都是以新耶路撒尔来做标准的 所以我们需要来看这件事情 我也发现很多时候 我自己看不准 但是我也发现很多时候 我也不让人家来看 反正人家稍微收我一点 我里头都不高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情形 我们应该有一种度量 一种感觉 主啊 请我的同伴来看看我 我到底在哪里 那一点呢 我们是怎么进入西耶路撒尔 乃是吃尽 西耶路撒尔 这一点上 信都没有问题 从生命树来看 从生命树来看 一道水 分成四道河 而且呢 种姜蛾从腹中流出来 这种姜蛾就是那里有多方面的应用 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一棵树长十二样的果子 他不是说长十二棵果子 是十二样的 意思是说可能长苹果 可能长橘子 可能长葡萄柚 十二样 意思是他是完全的 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 甚至主耶稣他对这个迦南富人也说 江南富人是带儿女儿的病来 比如说你要吃 所以吃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 吃要把我们带进佛祖的实际 而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我们当中 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实际 那是不是证明 我们在吃上住了问题 我们要嘛吃的不够 要嘛我们吃的不正确 那我今天呢 有点困难 我记得前阵子 Brother Ron 他交通到 我们来到主面前 需要有几个步骤 不敢讲步骤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Slow 有英文叫做S-L-L-O-E 中文就是什么 简 爱 看 开 想 简单的爱 看开 然后享受 什么意思呢 来到主面前 简单 为什么 主已经为我们裂开祂的身体 祂就是那个路 什么时候你碰到祂 你就来到我们至圣所 这就是简单的路 那爱呢 就是你来到祂面前的时候 你就很简单的 你来向祂敞来爱祂 主啊我爱你 主耶稣我爱你 这就是什么 就是向祂表达你对祂的爱 那看呢 你向祂看一看 那衣服是有一种注视的意思 有一种注目的意思 你用你的心眼去注视祂 停一停 等一等 注视祂 那开呢 你的心是敞开的 意思就是说 主如果目的哪一点呢 你都会衣服下来 你这个人是一个奉献的人 这是叫做开 所以主啊我的心向祢敞开 你说主啊我是愿意的 是吧 最后一点呢就是什么 想 就是享受 这个我们今天要交入一点 就是享受 享受良的 不是喝 就是吃嘛 那喝的问题呢 我觉得前阵子我们也谈了很多了 怎么喝呢 就是不住的祷告 就是说 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没办法不住的祷告 我们都有呼求主义呢 聚会中呼求主义 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上班 我看孩子 我在做事 我好像没办法不住的祷告 弟兄姊妹 这件事实上 没有节气 只有一件事 就是操练 你相信嘛 你越操练 你就成了习惯 越操练 你个人在无形中 在不自知觉中 你就能够什么 操练呼求主义 第二个呢是吃 吃呢 也有它正确的吃吧 你如果去看约爱福音六章 从五十四节读到五十八节 那你提到吃啊 知足的人要因我活着 是吧 吃的人啊 那个吃字 你去看吧 原文的意思叫做 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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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ticate 它的意思有点像牛啊 在反族啊 牛在反族 你看那个牛 你注意她 她坐在那里 躺在那里 她嘴巴在那里 她在动 对不对 诶 请问啊 她的失误从哪里来的 胃来的 那失误的胃从哪里 什么时候来的啊 早上她吃草的时候 哭一下 各位弟兄姊妹 我是觉得 我们要操练一件事情 诚心的时候啊 我信我们当中就有诚心 那问题是 诚心你走出门的时候 今天要问你 诚心啊 这个今天是哪一节啊 此忘性 你不记得了 你若不记得了 你今天的草就没了 你在工作中想要 诶 今天早上我小孩姐 要搞舞蹈的 没得记住了 你的牛啊 就无草可吃了 那就不是细绝了 你这个面包细绝 就得不到滋养 得不到滋养 就没有力量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要学习操练一切识 我觉得很重要 诚心之后 你一定要把一个经节 或者是一个经节里面 重要的一个词 记在你的心思里 然后呢 你在这个工作中 你在做事当中 把那个经节 常常拿来默奖 拿来祷告 教主说话 那个东西啊 就会成为 尤费弟兄所说的一个什么 灵感 那个东西就是灵感 你越祷告越来越多 就会成为一个感动 那个话会感动你 那个话呢 就是森严的材料 那个话呢 就是喂养人的养味 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词法 这个呢 要吃养我们 要喂养我们 把我们这个 带进这个西洋杀人的实际里头 这个吃就把我们 叫我们福在宝座是这样的 这个吃呢 就带进活水的应用 这个吃呢 就要带进生命树实际的应用 这个吃呢 懂吗 所以啊 就是操练两件事 刚才要讲一次 因为是时候 中午就是什么 简派 看开 想 享受呢 就是要操练多主 正确的吃主的话 要记住 在心事里头 记住那个话 然后常常在这里 墨墙 祷告 用那个向主说话 这样的话 就必然把我们带进 新耶路撒冷的西洋杀人 然后来看基督族的生活 和造会的各方面 是不是符合新耶路撒冷 那在原文也可以这么讲 我们需要不再 需要再心耶路撒冷 也就是我们需要回头来看 来看我们这个基督族的生活 和造会的各面 是不是符合新耶路撒冷 那如果说我们走坐了 这个我们还需要修正 看是不是是在这永远的意向 永远的生活 和永远的工作中 所以我们需要 以新耶路撒冷 为我们的中心 然后来看我们的生活 然后来看我们在造会的各面 那他就摆了一个榜样 在新耶路撒冷 那个中心就是神和羔羊的房座 神是分治的三一神 羔羊是救赎的神 所以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流出来 那这支流使神的沉快乐 那如果对照我自己呢 到底是我自己在做宝座呢 还是神在做宝座 如果是我做自己宝座 我流出来的就是流房水 或者是工作上的要求 凡我所流过之处 这个弟兄姊妹皆感痛苦 皆感为难 所以我需要再调整 回到新耶路撒冷里面 来看看 主啊我是不是啊 就是一个新耶路撒冷的缩影 我里面有生命水的河 可以供应人 这个 主耶稣啊 这个生命水的河流进我们 我们是透亮的 是不模糊的 哎呀常常我们所做的 到底是一卡车的棉花呢 还是只有那么一克的金粉 神要的是一克的金粉 哦主啊 求主怜悯我 走在这个金金的街道上 有生命水的河 第二个我很摸索的就是 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高枕呢 哎呀 不要讲我女儿病了 需要主人医治的 我自己都病了 那怎么办呢 主耶稣啊 神的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个外邦的狗啊 宠物狗神所爱的 他求主来医治他的女儿 可是在神的观念里是说 哎呀 这个你要吃啊 这个要吃饼啊 他顺便再启示他自己是饼 那这个妇人啊 也是非常的有智慧 他说啊 那个狗啊 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睡渣 所以我们要一直享受主 享受主 享受主 所以啊 这个外邦啊 是非常有福的宠物狗 所以我们要吃主 吃主就得医治 可能我这个也没有办法 我也没办法 主啊我也坐过来 我常常上宝座 然后上宝座就干涸 然后失败又退下来 就会享受主 但是啊 这里启示我们 他就是生命的饼 吃他就是路 吃他 他的女儿就得医治 吃他啊 我就得医治 你主啊 给我另一条路啊 他废的来吃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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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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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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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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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